今天在支持者的会场很高兴能够遇见沈浩先生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人来会场支持您 大家对您很有信心 但是呢 我呢很想知道 您为什么要参选万锦市的市议员 您参选的初心和您为民众服务的信心多谢 非常感谢 我是沈浩 Howardson是万锦市第八区的这个候选人 市议员候选人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么多的支持者 这么多的邻居 这么多的投票人 这么多的好友来捧场 给我捧场来造势 那么这是我信心百倍 他们来鼓励我来为我打击 那么我在下一个三十天之内 我会更加积极地努力 更加这个走到我们的社区 去赢得更多的选民的支持 让他们了解我的政纲 让他们支持我 让他们让我们一起跟我们的选民一起努力 在过在下一个四年当中 我们为万锦为第八区创造更美好的 这个一个气氛 那么选选号让万锦更好 我为什么要参选 其实我来到加拿大29年 那么过去18年 我一直是为这个社区服务 做了好多事情 了解了这个社区 我子女都在万锦上小学 上高中 然后我对万锦非常喜欢 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来工作 来生活的地方 然而在走访我们的 所有社区的选民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好多存在的问题需要改进 比如说我们有些社区发展很快 人口增加很多 但是呢 他们缺乏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资源 比如说在Litchcroft Community 那个社区 我们有十几栋的这个Condo 还有很多Town House 他们有很多老年人 他们夏天可以去公园 但是呢到冬天没有地方去 然后呢 还有好多年轻的家庭 他们有子女 但是他们也同样面临着 在社区没有任何地方 可以去进行他们小孩子的活动 那么怎么办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候选人 我必须要站起来 为这些选民说话 把他们的声音带到市政府 我们必须在这个社区 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 比如说要建立一个社区服务中心 要有一个老人中心 要有小孩子活动的场所 那么我们必须为民着想 这是非常一个简单的例子 还有很多地方 我都跟选民谈过了很多 他们给我谈了也是很多很多 他们希望他们把他们的声音 带到市政府 来为万景改变现状的 改变现在的现状 给万景增添美好的未来 所以呢 这是我最基本的 这个参选的初衷 我希望大家投我一票 投审号 选审号 让万景 明天更美好 谢谢